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關於陸生健保 我們不答應 我們要講要會講 因為我們的全民健保它是什麼 它是專屬國民的權利 它不是學生保險 所以現在一講什麼 台灣學生可以 大陸學生不可以 所以這個我們要先講清楚 它是專屬國民權利的保險 不是一個專屬學生的保險 專屬學生的保險 就大陸學生應該可以 但是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有沒有互惠原則 大陸對台生有沒有相對的保障 所以第二個叫互惠原則 互惠原則大陸對台灣有沒有一個 這個是要的 那另外當然你要講 有的國家是放在憲法的 德國這個保險 這個是在憲法人性尊嚴 所以任何人都會享受的 你知道朱高正在德國 第一生一個孩子的時候 那德國人到他家去說 你這個房子那麼小 你這個小孩不能住 否則不能捐 所以你要住這樣的房子 他那個房子要兩百塊 那個房子要一千塊 後來德國說沒有關係 你八百塊我們政府給你 然後再問他說你奶粉有沒有問題 都說有問題有問題 那個都會 那是他憲法層次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屬於在這一個 所以這點大陸應該要了解 第二個就是互惠原則 但第三我們政府也要協助 這些來讀的學生 有沒有像中性假的醫療保險 就像美國他那些是有醫療保險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就是不要避免 兩邊之間的一個以而傳而 變成搞不清楚 其實陸生 陸生沒有 臺灣真的沒有 他是屬於專屬公民的 不是專屬學生的 我想把話給跟不給 要講出合金合理的事情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年華廣現在已經到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現在連國臺辦都跳出來 他說這個陸生納健保 遭黨國臺辦批民進黨不得人心 他說像這種陸生納入健保 這種這種就遭到民進黨的反對 這個國臺辦代表這個 他們陸生對民進黨抗議說 你看都是民進黨黨的 關國臺辦什麼事 我不知道 這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內政問題 你國臺辦你忙別的吧 你去忙別的吧 我們國臺辦 你身在大陸有沒有嗎 國臺辦直接說是長期歧視性的待遇 除了剛剛劍南兄提到的 雙方是不是有互惠平等 其實我覺得健保看 尤其是臺灣的健保制度 你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醫療人權的角度 我覺得醫療人權 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就是這個人 不管他是外國人還是外星人 在你這個國家生病了 他應該要得到基本的醫療照顧 這個我想我們都同意 那可是那好 現在中國學生在臺灣讀 無書有沒有得到醫療照顧 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們現在是買商業保險 就是一般的醫療商業保險 當然價格高一點 可是他會不會說 生病的時候沒有辦法看病 不會 他還是可以去看病 只是他跟健保最大差別是健保 是我只要拿健保卡去 那我付了掛號費 付了部分負擔之後 就其他的健保支出 但是一般醫療商業保險是這樣 你要自己先付錢 然後再去跟保險公司申請 保險公司再把錢給你 所以他中間會有個時間差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中國學生在臺灣的醫療人權 有沒有得到保障 這是有的 第二個 臺灣的健保制度 其實他是一個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的概念是什麼 社會福利的概念是 你要有盡義務 你才能享受這樣的權利 我們除了繳健保費之外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繳稅 因為光如果照現在健保費情況 當然今年是因為這個補充保費收得多 所以有一點點盈餘 以前當健保費不夠的時候 那不夠那個錢是誰支出呢 就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支出 所以有繳稅才能享受健保 就是你有盡義務 才能享受這個權利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那外國學生也好 中國學生也好 他本人在臺灣沒有繳稅 他的父母親在臺灣也沒有繳稅 那怎麼可以享受 跟我們一樣的健保制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不能這樣子去處理 你不能說比照外國學生 沒有錯 現在外國學生也是一個月小七百多 但是大家別忘了 外國學生的人數非常非常的少 而中國學生其實數量非常的龐大 是的 所以等會我要請教民賢跟這個時期 現在狀況是這樣 陸生納健保 中午就要拚表決了 那目前來說 國民黨立委 這個書記長黎德福是說 陸生納健保是人道議題 外籍生跟喬生來臺灣讀書 都可以納入健保 唯獨陸生不行 在野黨逢中必返 實在沒有道理 如果協商無果 週五會直接這個進入表決 可是傑明在這個上節目之前 在我們的電視台 針對三十歲以下的製作單位 做了調查 總共問了八個人 只有一個人同意 這樣會不會再調選票 等我看看明顯怎麼來解釋 這是機構廣告 剛剛阿旺講的就說醫療 其實兩個啦 醫療跟教育都屬於基本人權 這個是普世價值大家都一同共同適用 那現在之所以爭議了就是說 陸生納保的這個議題 他其實說兩黨團現在癥結點是 在於說要不要比照外籍生嗎 其實現在外籍生其實也是有納保 只是說他現在致富額是七成 剛剛阿旺講七百多塊七百四十九 那政府有補助補助四成的話大概五百塊 這一部分 所以到底要不要比照外籍生 所以就說這涉及到說陸生當然像阿旺講的 他的人數確實比較多 幾千人那外籍生確實比較少 可是你到底要不要讓他比照呢 我就過去包括蔡英文民黨蔡英文主席 還有柯皮其實他都比較支持陸生納保的 可是在於說你納保之後的費率 到底要怎麼去適用 剛像譬如說很多年輕人call in進來說 他們認為說陸生在臺灣沒有所得 沒有收入沒有貢獻 所以不應該納保 就那個我們就那個金額來講的話 其實那個健保局有算過嗎 因為他們現在是用商業醫療 那你現在納保之後保費的收入 跟你的健保支出其實是可以平衡 這一塊是還好 只是說我們現在在討論說要不要納保 這個除了醫療人權之外 當然有涉及到兩岸政策 所以你現在比照國民黨跟民黨兩岸政策 就涉及到陸生納保 這個就其實涉及一個兩岸政策 跟一個態度的問題 好 我們廣告之後聽看實際怎麼解讀 因為現在進入到深水趨勢 外籍人士確實是有這個醫療保險 但是我因為陸生將近有四千五百多人 大概一年當中 我們政府為了陸生要補三千五百萬一百億 那怎麼來看這事情 你不能講 現在它那個是說 你那個頭銜前面三個字 你不能講 是說終身要自己負擔六成 然後政府負擔四成 那所以喊不浪噹 大概每年要多三千五百萬 三千五百億太下了 我會覺得說既然健保這個東西叫做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就是全民的啊 就是兩千三百萬人啊 那如果這個也要納進來 那個也要納進來 我們乾脆說全地球健保制度 這樣子比較快啊 已經全地球了 很多外僑回來就是看牙齒啊 他們要被追繳五年的保費 現在是規範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其實很多醫界的人 也都極違反談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因為 終身本來在台灣社會裡面 我覺得那個 的確有一些社會的情緒和氣氛 的確是有在裡面 那也因為為了要使他們 跟其他的外籍生享受同樣的待遇 我們不只是要再健保 這個地方納他們 我們還要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知道嗎 我們要把終身來台灣 他們原本是停留 對啊 他們本來就是停留啊 他們停留念完書 他們就要走了啊 他們就要回他們自己的國家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要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把它改成拘留 對 那所以那個 單獨為了特定的族群 然後國民黨在推這個案子 然後說這是人道等等 在講到18歲公民權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講一下人權 你怎麼沒有講一下人道 你怎麼因為對象的不同 突然就超有人道超有人權 我覺得那就是標準 態度上面的不同 所以如果國民黨要推這個事情的話 他其實應該在很多的案子當中 都採取一致的人道和人權的標準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話講 那因為單獨對終身 那所以當然會有更大的反彈出現 因為會有一種相對的剝奪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台大婦產科醫生 他在臉書上怒批